欢迎大家来到拜托ATM 大家好 我是蔚来银行行长胡瓜 我是香李 Sandra 在我们蔚来银行里面有很多现金 希望各位用智慧来领款 接下来的好多好朋友 口若玄河的高手辩论会 欢迎你们首先介绍龙龙 你好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脱口秀野员 然后最近我开始打德州扑克 没错 我还拿了个冠军奖杯 太奖了 但是跟口若玄有什么关系 就是有一次我在打牌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突然转播员 然后缺人 因为那时候播太长了 然后他就跑来跟我说 不好意思 你讲话是不是很厉害 你会帮我们转播一下 然后因为转播跟舞台上还是有差异 然后我没有转播过 我就非常紧张 然后那一天表现实在太好了 OK 紧张底下还很好 不好意思啊 可是你转播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吗 因为你别人看不到的牌 你要播给人 对 因为我要转播现场的一些什么 筹码量 或者你跟他手牌 或是他接下来有什么发展等等的 对 然后我就因为这次免费的转播 接到了一些认真有配的主播工作 哇 这有机会 机会很重要 来 接下来介绍第二位是吴黛欣 你好 吴欣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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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医师 大家好 我是心脏血管外科医师 然后现在是台湾激进的秘书长 所以现在不从医啊 有两个现在兼职 也杠中 对 你要他兼顾家 你当妈妈 又要做 医生 然后还做医生 对啊 所以我刚刚说口肉悬河 还有时间来上节目 对啊 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很口肉悬河 幻能 没错 我们出一本新书 好 这本书是关于上班职场的 因为我们的马克信箱 一直在接听大家的来信 对 然后大家的来信很迷茫 上一本在讲的就是感情 感情很迷茫 现在这本专门在讲上班职业职场 所以就是很多人就觉得 我上班好累 我这么可爱为什么还要上班 然后做人好难 为什么跟同事要怎么相处 同事好臭 那我干嘛还做人呢 对 老板很笨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该怎么办这样子 还怎么办 那你就一一解答 就在书里面就解答 因为在节目上面 可能都是我们及时猜信 然后那个回答太及时了 解成书就有时候好好的反思 然后沉淀 就回答比较完整 来 欢迎两位 谢谢 接下来介绍陈文宇 你好 欢迎老师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叫他老师 他也教英文吗 他有 不是 他是教唱歌的 而且他唱歌好好 他真的非常好 对 对 老师 大家好 老师以前是什么学校比 我以前是台一大人 对 台一大人练习 但我后来就是一直在教唱歌 那最近开设了一堂现场课 叫做歌唱技巧圈子 对 一般来学的都大部分是 目前我知道大部分是歌手 就是艺人 是 我觉得唱歌技巧是另外一回事 最重要不要依赖字幕 才会把他干 你知道吗 不要依赖字幕 是 现在最大的毛病 就是大家KTV都看字幕 对 不然呢 你完蛋了 他之前都是背的 你一定要背才有感情 你看着那个字幕 就像我们做节目 一直在读脚本干吗 你要发挥自我 内化成自己才会自然 好 那我们都不要再看了 对 不然 不是 我讲真的 你问老师是不是这样 这样内化 就是就像刚刚刚讲的 就是你如何展现你的特性 你一定要让歌词成为你说的话 因为歌手就是透过歌唱 去演绎自己的人 所以如果你没有背 你没有办法专心地去演绎 你自己的个性跟特色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你没有消化成自己的 最厉害的就是01年 对 他都完全用自己的方式 唱歌 他是说歌嘛 对 所以你听到歌很舒服 李宗盛太过头嘛 郑静一是太... 郑静一看了想扁他 但是你还扁 我们哪看他 唱歌的技巧实在是有多 有多太夸张的 有人不是说全世感情 没有技巧或全世技巧 没有感情都不行 是 没错 知道吗 各位都不要再看 提提提提了 我们先听话 好啦 谢谢五位 谢谢五位 欢迎 欢迎介绍两位美女新闻主播 陈介瑜 主播你好 主播好 陈介瑜 接下来自然科普教名师 章语老师 你好 老师好 马上进行第一轮 存款争夺赛 三轮 三轮 香蕾请讲规则 再一回合呢 银行的金库准备了五万元 大家抢答之后轮流作答 每答对一个答案是两千元 那五万元要抢完为止哦 立体由我们陈介瑜主播来举圈 或插 请出题 口才高手话讲的太多 最怕 烧 烧虾 烧虾 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保持漂亮的音色 那高一的耳鼻喉科的 医师建议啊 声音保健的十三大秘诀 有哪些呢 记一下的 来 龙龙 说话不要太大声 要轻声细语 对或错 答对了 像你这样轻声细语对不对 我这要说 那他是不是要轻声细语的 你讲话算大声吧 对 我讲话其实蛮大声的 他声音很亮 很高频 我没办法克制 我又试着就是压低声音 然后我就吼我好痛 对 对 自然就好了 自然就好了 来 请下两千 被你叫都很大声对不对 对 我最近有次就是去配音 那个电影的那个后配 然后就是要一边跑 然后一边喘气 一边大叫 因为我们被吓到这样子 然后导演就 哇 完卡 OK 然后说你很会叫 好 但我们知道了这个讯息 老师 新的医师 多喝温开水 对后说 来 请加两千 王莉 充足的睡眠 永远 这个一定是这么 对 都是这种 来 恭喜 请加两千 马克 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 你吃了 你吃了 你中午吃什么 麻辣多了 还没吃 还没吃哦 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 来 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 对 好 恭喜加两千 陈薇宇 薇宇老师 话不要讲太快 话不要讲太快 对 讲太快的时候 我们声带会承受更多的气流压力 声带的负担会比较大 好 原来那我们现在讲话飞快 也是不行 对 快 我以为快是很酷的 对 来 对后说 原来 加两千 因为他是学唱歌的 教唱歌 他知道是喉咙嘛 对 来 龙龙 不要压低声音或是咳嗽 干杯 要交吧 来 对后说 来 加两千 好像这样 也很伤喉咙 真的吗 轻响的是伤喉咙 也伤喉咙 来 接下来 陈黛医师 避免咽酒 咽酒 对后说 那肯定要对了 来 加两千 可是咽嗓不是有点性感吗 咽嗓不是有点性感吗 但你要固定咽嗓 你不是一下好一下好不好 对 你要像Rux 你不是很像Rux Stewart 好 OK 一直都是对吧 对 这没错 两千 下一位 来 加巴黎 练习用正确的部位发音 发声 丹田 对 我看歌手都说要用丹田发声 正确的部位发音 对后说 没错 来 请加两千 因为你靠很多人去KT 唱三首声音就压了 对 就是因为它有喉咙 所以你走过那长巷 要找人什么 都是杀鸡场 丹黛医师 现在你像个人 对吧 你选哪一个 这样比较像你朋友的 这就是上一个 对 但是我以前有听过一个都市传说 他说怎么找丹田 我根本不会丹田用力 然后我那时候老师 不是你跟我说 你就是感觉有人要揍你下腹 你就抠一下 那个就是丹田 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我们旁公三寸的地方 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尿出来 不会啊 会很紧张这样 对 这样 马克 马克 哇 哇 哇 四个 3 2 1 来 打 好 生病了之后不要再一直讲话 嗨 就他已经受伤了 不要再一直讲话 对 背后授 好 来 请加两千 对 对 对 可以 不要用太高或是太低的声音 讲话太久 嗯 对后授 我只打对 来 请加两千 嗯 多喝一些保养品 或者是像是顾喉咙的 什么蓬大海 对就是 好 来 对后授 没有 啊 哦 没有 没有十三大 没有在十三大里面 十三大里面 对 十四香吗 哦 天啊 好难哦 如果喉咙有不舒服 要赶快看医生 看医生 来 对后授 没有 没有在牺牲他 保养的时候 保养哦 不是等你生病了哦 玛丽 维持运动习惯 没有运动习惯 对后授 没错 对 来 请加两千 马克 这已经十一个了 不要小声 不要讲悄悄话 这样 气音讲话 跟悄悄话 对我们刚刚他讲的 低音高音 压伤 然后那个是一个音质 是吗 那个是气音 对后授 不好意思错了 哈 好 接下来陈慧宇 5 老师 5 2 要用正确的肌肉力量发声 对后授 这个刚刚说感觉 可是这个跟 三田那一块 对 是玛丽 是玛丽 是玛丽的 那刚刚那个练习放松喉咙 这种也算是有 练习放松 练习发声或 这样子 也不在里面 好 这一轮大家抢得不错啊 还有两万八整个抢 是啊 来我们请主播 再我们帮我们 补充一下 补充 好 其实呢 这个造成嗓音或沙哑的 这个原因其实有非常的多 但是呢 像这种微不足道的小感冒啊 或者是 例如说得了癌症 那其实都是有可能会造成沙哑的 那其实呢 如果说像你这个沙哑啊 已经持续了两周以上呢 就会建议要尽快赶快去看医生 而且要尽量保持不要抽烟 也不要喝酒的习惯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 拜托ATM 谁敢来battle 订阅拜托ATM的YouTube频道 等你来battle